这个女孩仅仅喝了一碗蔬菜汁 肚子上的小肚子就开始自动燃烧 随后她赶紧照镜子一看 只见五层双下巴都瘦成了瓜子脸 更让人惊喜的是 体重器上的体重也开始蹭蹭往下掉 次日一早 同学们见到菜花都感到不可思议 谁也想不到 平时的小胖子竟然变得凹凸有致 可这个体重并没有让他满意 回家后 菜花赶紧就榨了一杯蔬菜汁 然后咕咚咕咚几口就吓得 果然 喝完蔬菜之后 菜花的肚子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小 瞬间变成小蛮腰 甚至体重也达到了梦寐以求的110斤 可就在这时 她就感受到一阵饥饿感袭来 于是立马打开马桶不停的狼吞虎咽 就连平时不敢吃的高热量都通通一口气吃完 可诡异的是 菜花吃了9988个小时候 还是吃不饱 体内饥饿感让她停不下来动 直到这时候 她才意识到肯定是蔬菜汁惹的祸 气急之下 她立马把蔬菜汁直接摔碎 可肚子还是不停的难受 很快菜花就开车买了一些啃的鸭 尽管是开着汽车 她也要边吃边看路 因为只要停下手里的动作 肚子就会饥饿的难受 可就在这时 菜花一不小心就直接撞上了一只野鸥 随后她就心惊胆战的跪下查看 可她并不是想要祈祷 而是在肚子的作祟下 张开了一张血盆大碗